开车我们是叶鱼的 早上我们是任珍娜 欢迎来到我们一言不合就开车的频道 我是大J 我是小J 如果你喜欢春子 或者是屋里头的话 大家要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哟 那说到北欧你会想到什么呢 北欧就是安徒乡童话 极昼极夜和练诗癖 What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那说到北欧的车你会想到什么呢 嗯 我就会觉得是极简主义和四冷淡风 哇 四冷淡 跟我们的喜好好像不太搭哦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试驾我们频道的第一台瑞典车 它就是WOWOW的C40 看看它跟德系和美系的车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就用自己激情澎湃的热情 去看看能不能唤醒它 感谢Ossalon提供试驾车 想要变得跟JJ要美就找Ossalon 它前脸还是蛮好看的 设计的非常简单简洁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雷神之锤的大眼睛 看着炯炯有神的 车的侧身可以看到它的线条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溜背的造型让整个车身 其实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有活力更运动 但是不知道这么矮的车 这么溜背的造型会不会影响它的后排空间呢 那后面的这个扰流板和小尾翼 给整个车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小尾灯它也挺有科技感的 有一种舒服化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后备箱空间 它是可以kick open 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后备箱空间并没有很大 然后比较浅 所以放东西的话不能放特别多 但好处呢就是它的开口比较大 所以取放比较方便 像一般的电车一样 它也是有一个fran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frank的空间怎么样 首先呢frank的开门 它做的非常的奇怪 就像一般的轿车你要开它的引擎盖一样 你得走到车里头把这个打开 就这个 它frank就打开了 很不方便 frank打开了之后呢 还没有看到储存空间 这个时候它还有个盖子 你要把它打开 放到最后面它才能立住 可以看到前面有小小的两个空间 可以放盒饭 就其实不是很实用 而且开盒非常麻烦 那全车的座椅呢 都用的是环保的材质 那这块呢是人造番茅皮 摸着还挺像真的的 这个材料呢摸起来有点像那种假皮裤上面的材料 但是摸起来还是挺扎实的 大家看到这款呢不要以为它的条纹没有用 其实它到晚上是有灯光效果的 那全车呢有一些小心机可以看到特别的没有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停车票的夹 可以把停车票夹在这里 然后这款呢是一个小小的垃圾桶 东东东东你可以把东西放进去 但取出垃圾的话有一点麻烦 因为大家看 我把这个打开 我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拿出来 是不是有一点麻烦 因为我可能放进去垃圾我就忘了 第二天发现它都臭了 中间这有小小的储物空间 这里是可以放手机的 然后这个小小的打开是可以放硬币 两个杯架 然后特别可爱呢 就是它的拨杆这里 中间有个小小的小洞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摔三个指头 可以摔四个吗 不行 它的中控屏幕呢 在中间像个pad一样 它就特别简单就几个APP 然后操控系统也在这里 根本都不需要翻页 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调节 其实很简单很好用 非常好入手 所以它用的是安卓系统吧 它就跟那个安卓的pad是一样的 它有Google Play Store 你可以点进去下载APP 嘿Google Go to Starbucks 懂得了 有个Starbucks的0.3米 可以进去那里吗 是的 确实 Starbucks的0.3米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排的空间 我现在已经坐进来了 座椅呢 其实宽宅而言是比较窄的 因为这个车也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理解 我不太理解的是它身为一台电车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中间这里有鼓起 所以让第二排的空间会显得小了很多 等于中间都没有办法坐人 座椅方面呢 其实它的填充物还是填充的比较硬的 然后它虽然都是假皮质 但是坐起来还挺舒服的 手感还行 但是这个皮质呢 其实是特别稀热的 就是稍微坐一会儿之后就很容易出汗 我觉得对女生而言 就是三天车短裤非常不方便 头部空在的话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矮 它虽然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但是我现在头在这里 它行吧 没有一拳 但是也不会顶到 因为我1米76 所以我觉得我身子已经很长了 这个高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再加上它跟特斯拉一样 就是有一个大天窗在这里 所以给你视觉方面 不会有压抑感 第二排的空调呢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控制的 只能旋转的方向 That's it 风速温度 都需要靠前面来调节 那我们开始试驾啦 大家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们呀 叮叮叮叮 那电车就是很方便 它跟特斯拉一样 一挂挡就可以走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点火熄火这一步 那为什么它留下一个按钮在这呢 逗你玩的就是让你按 这台车呢 它其实是前后双电器的四驱车型 它作为一款入门级的电车crossover呢 它其实价格是不到6万块钱的 这车给我感觉 没有电车的感觉 为啥呢 它能量回收比较低 所以它的mileage低 它满电能跑226英里 那我们今天试驾这台 因为是2023年的车 所以它的英里数会低一点 那2024年的新款呢 是可以达到250多英里的 多了一丢丢 那2024年的这款车呢 它还出了单电机版本的 是后缺 它的英里数可以达到290多 那就比较接近特斯拉的了 其实还是没有特斯拉好 它其实充电不是很快 因为它最大功率才150千万 那2024年款的这台车呢 也是150千万并没有改变 那特斯拉是250 还有一些更好的呢 达到快300 那它0到60加速度呢 是4.7秒 作为一台电车呢 它0到60并不是一个比较惊艳的数字 但是它真的没有给我电车的感觉 它特别像前面那台XC40 对哦 对它可能就是动能回修开的比较弱 所以不会让你有那种电车的感觉 那这台车的电池它是78千瓦时 马力是402 扭矩呢是486lb 刨去跟Model Y比的话 如果它跟MAC-E或者是E-Tron比的话 那它的马力其实是比这两台车都大一些 嗯 但是MAC-E比它便宜 嗯 E-Tron呢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 对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选择买一个电车 那你当然要跟电车的标杆比 那我们就看它跟特斯拉比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感觉现在其他品牌的精品电车 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嗯 我先加个速吧 感受一下加速 那我踩了 坐好了 哦还是有推肥感的啦 还是有的 有的 可以的 4点几秒其实还是可以的 转弯 怎么样 还行啊 没把我甩出去 我觉得 它转弯也还蛮稳的 其实这台车 那我们现在打开了这个车的One Pedal Drive 那它的动能回收就开始了 就是很明显的你就可以感觉到哎 我一松油 哦哎呦 就刹车了 我还是晕了 但我当然可以就松的慢一点 更丝滑一点 其实我可以理解这台车的好处就是呢 对于那些开不惯电车的人 或者想入手电车又会很担心自己不习惯电车的人 它其实可以把这个动能回收先关掉 这样的话它会更好上手一些 当然你慢慢习惯了 你想就是更省电 或者是更省你的刹车 你其实可以把One Pedal打开 就是它多给你了一个选择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挺好开的 为啥我这个camera就一份的感觉这么小 它显示的太小了 对感觉这款像坏了一样 它明明可以进行全屏显示的 这个看好奇怪啊 总体而言这台车呢 它这个价格配这个速度 然后配这个内饰 我个人觉得你还不如去买那个 特斯拉Model Y的Performance 因为截止到今天11月初 Model Y的Performance才5万4 而且呢还可以申请7500的退税 那这台车不行吗 这台车是不行的 为啥呢 因为它的parts不是美国制造的 所以它不符合退税 联邦退税的标准 它给我的就是我一个可版印象 就是很好开 感觉很reliable 然后我上车也很快在这里 底盘感觉也挺扎实的 没有什么问题 这日常车足够了 那今天的C40试驾就结束了 总体而言我对这台车呢 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很好上手很好开 然后作为一台电车呢 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它的溜背造型对我来说 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的 我还是蛮喜欢它的这个溜背造型的车 就全车其实还算比较运动 比较年轻化 对但是它有一点呢就是 它把北欧检约的设计 其实设计的很复杂 比如说它的FRANK 它要开两次才可以打开 比如说它的垃圾桶 你要开两次才能把它拿出来 我觉得北欧的检约风 它也是有一点强迫症在里面 对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的风格 每次我想把什么东西收纳好的话 我会先买一堆container 但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 那你觉得这台车在美国这个市场上 会卖的好吗 我觉得很难耶 从它的价格 它的里程数 它的驾驶体验 和它的内饰而已 就是什么车都有比它好的 那在这种cross over 的电车里呢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不撒的毛的外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驾驭得了它 就是给它捂了半天 还没有捂热的感觉 对它还是很冷淡 还没有捂热的感觉 好